美军强化防空与滨海作战能力 2024年1月初 美国防务新闻报道 取代爱国者的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 将在2024年交付士兵进行测试 海军陆战队的滨海团也已经浮出水面 那么与爱国者相比 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强在哪儿 滨海团的战力如何 最近几十年 美国陆军在防空方面 一直依赖有限的进程防空系统和爱国者系统 当然之前是没问题的 美国空军的空中力量太强了 凭借空军的支援与掩护 陆军根本不需要担心空中打击的问题 对防空导弹的需求几乎为零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都在摸着美国过河 新式战机一个接一个 空对地导弹持续突破 新型无人机也是层出不穷 陆军需要面对的空中威胁越来越大 于是新型防空系统与防空体系就来了 2019年10月 雷神公司从美国陆军 获得价值3.84亿美元的合同 用于交付6部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 用于取代整个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 成为美国陆军未来 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的一部分 以应对高超音速武器 所以设计要求很高 被要求能够发现 并稳定跟踪和捕捉高超音速目标 从实战的角度来看 美国研究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的目的 就是为新一代底层防空反导 提供搜索和火控导引 发现并锁定目标之后 可以引导爱国者3导弹 对目标进行拦截 从外形上看 雷神公司的雷达采用相控阵体制 具备两个天线阵列 前面一个主阵列 后面两个辅助阵列 在美陆军不做强制要求的情况下 依旧提供全项探测 当然了 既然能取代爱国者 性能肯定不会差 雷神公司的新雷达 无论是有效探测跟踪距离 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 还是对多批次的处理能力 都强于爱国者系统雷达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下一代相控阵雷达天线的关键技术之一 氮化架材料组建 半导体技术发展到现在 一共发展了三代半导体材料 第一代就是硅 目前硅晶圆制造的半导体器件 依旧应用在军民电子领域 第二代就是深化架 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相控阵雷达 很多都是用深化架材料制造 比如F22上面的基载火控雷达APG77 第三代就是氮化架 氮化架材料制造的器件 功率可以更高 就比如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 就算是增加后方两个小阵列 雷神公司依旧有把握 满足美陆军对成本和进度的要求 而且小阵列的尺寸 只有爱国者现役雷达的一半 探测威力却是后者的两倍以上 根据防务新闻的报道 目前六台雷达已经建成 并将在2024年继续测试 雷神公司透露 计划在2024年年底 就能达到全面作战能力 当然 提升防空实力 一个防空系统自然是不够的 美国陆军目前正开展 四大防空反导重点项目 除了低层防空反导传感器 美陆军含有一体化防空反导 作战指挥系统 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以及间接火力防护能力系统 其中优先级最高的就是 IBCS系统 目的就是实现联合权域指挥控制 该系统由诺格公司研发 目前已经获得初始作战能力 未来部署之后 美陆军可以使用该系统 对爱国者 萨德等防空系统 进行统一的指挥 当前 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作战力量 主要由萨德 爱国者 复仇者组成 虽然各系统内部已经实现协同 但不同系统之间不行 无法在探测跟踪 目标识别 指挥交战等方面 实现跨系统深度协同 而IBCS系统的目的 就是协同美陆军当前防空系统 一体化指挥作战系统 采用开放式架构和模块化设计 并借助中级设备 在统一交战中心的指挥控制下 连接不同的防空反导系统 说白了 IBCS系统就是作为大脑 决定在打架的时候 使用哪种武器 在网络连接方面 IBCS系统包括三个层次 一体化作战指挥网 实现战术级的协同打击 陆战网 实现与陆军广域作战平台 电子战平台 情报侦察平台的信息交互 还有就是GIM 与盟国的联合部队 实现情报和信息交互 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则是补充美国陆军的 机动防空力量 美国陆军在2016年时 就已经指出了 其在欧洲战区的不足 缺乏对付无人机风群的能力 于是在2018年2月 美军就决定采购 I'm sorry的 进程机动防空系统 作为过渡方案 该防空系统选用的底盘 为使催客装甲车 搭载两枚地狱火导弹 四枚毒刺导弹 一门30毫米M230LF机炮 一艇7.62毫米机枪 同时还配备了四个半球雷达 以及其他侦察工具 为旅籍战斗队提供野战防空 可以摧毁低空空中目标 包括无人机 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 从收到美国陆军的需求 到首次交付测试 该系统仅用了19个月的时间 按照计划 2020年第一批 I'm sorry的防空系统 就应该配备部队 成立一个美陆军新型防空连 并在2022年交付144辆 成立四个防空营 不过因为疫情的问题 美军推迟了该计划 预计到2025年年底才能交付完毕 还有就是间接火力防护能力系统 也就是拦截敌方的火箭弹 排击炮以及巡航导弹 美军原本的计划是采用以色列的铁穹 填补防空系统的短缺 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 而是选择了莱多斯旗下的动力系统公司 2019年9月 动力系统公司获得了一份 2.47亿美元的合同 为陆军的间接火力防护能力系统 建造16套原型发射器 也就是持久盾牌反导系统 在拦截弹方面 该系统的第一选择就是AM-9X 2023年12月19日 动力系统公司宣布 持久盾牌系统发射了一枚AM-9X拦截导弹 并命中目标 目前该系统的发射装置 可以容纳18枚AM-9X 值得一提的是 陆军将很快启动招标程序 采购第二款拦截弹 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多用途系统 除了陆军增强防空 海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能力 也有质的提升 1月2日 美国军队时报网站报道 作为海军陆战队实现 该军种抗击队等威胁的主要部队 也就是滨海团已经浮出水面 报道称 过去一年里 海军陆战队的两个滨海团 致力于具备完全作战能力 并做好随时投入战争的准备 2022年3月 海军陆战队将第三陆战团的番号 改为第三滨海团 该团总部位于海军陆战队夏威夷基地 2023年11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将部署在 日本冲绳的第12海军陆战团 改变为第12滨海团 而根据2023年3月 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一份报告 海军陆战队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滨海团 有望于2025年成立 其基地很有可能位于关岛 很明显 部署在夏威夷基地的滨海团 主要用于战术演练 冲绳与关岛的滨海团则用于备战 据防务新闻报道 滨海团在2022年组建后不久 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团 就曾在环太平洋军演中 利用其装备对海军舰艇提供保护 当然了 滨海团的作战目标不只有保护 重点还是控制交通要道 对于美军而言 该名字可不是简单的换个名称 这还意味着编制作战方式 以及作战使命的彻底改变 原本的海军陆战团 以炮兵和暗机导弹为主 主要承担要点防御 改名后的滨海团 将下辖1800到2000名 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兵 包括一个滨海战斗队 一个滨海防空营 一个战斗后勤营 其中滨海战斗队又下下一个步兵营 以及一个可以机动的反舰导弹连 一旦开战 任务就是建立远征先进基地 也就是在有争议地区 建立小型临时前哨基地 滨海防空营的任务 就是监视和保卫空中 以支援全团 而战斗后勤营的任务 就是为部队提供粮草和燃料 不难看出攻击能力暴涨 总的来说 美国陆军的四大防空反导项目的作战目的 就是争取在大国对抗时 地面作战部队能取得防御上的优势 无论是IBCS 还是机动的防空力量都是如此 而海军陆战队的滨海团 则是增加攻击能力 主要目的就是在远征前进基地立足 并投送远程反舰导弹 打击敌方海上目标 控制海上咽喉要盗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为了大国对抗 美军还会做哪些改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打垂 hastaene 好